月 到现在为止 被叫丹字月的人 只有顾书一个 重生却会开口叫我丹字月 这样的称呼 升哥 你上午没课 还这么早来学校 你是怎么知道我上午没课的 那个有个东西落在教室了 我是来学校拿东西的 兔三拉四 这次又丢的什么 总不能说是来为小摩托打架报仇的吧 升哥 那个摩托车修了怎么样了 还需要夏天 那就麻烦升哥费心了 到时候花多少钱 我出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等 升哥 还有什么事吗 前顶风起 与你相遇的伏笔 突然看我中间做什么 如今 等等 那个升哥 你懂 这样靠近不和上次 今晚时候一样吗 要不要闭眼 怎么办 不如跟上次一样 睁眼 该死 今晚到底应该睁眼还是闭眼 你是用你生结不完的谜题 打不出血迷 在我心里 来月经了 你裙子后面 脏的 裙子脏了 太丢脸了 过来 一万年爱不及 说我爱你 她的事 意外的 且听风情 与你相遇的伏笔 请有时 怪我 你借我打赛 都把自己淋湿了 我进去找件衣服 给你披上 带卫生巾了 我跟厨师说到 可以自然量卫生巾的地步了 没 生爷 买包卫生巾 这也太丢脸了吧 我 不然 让我一个单身大老爷们 去给一个女生买卫生巾 开什么国际玩笑 不可能 好啊 我去 更不行 那就只能麻烦顾烧了 这个哀千刀的赵木铮 帝都左翼的天才总指挥官就了不起吗 位高权重就可以思议往外 随便下令吗 让我去买卫生巾 想都别想 我要是去了 这辈子我顾审就跟她的姓 你习惯用哪种卫生巾 我自己去就行 圣哥 你就别那位顾教授了 所有牌子的卫生巾 各种类型都买包回来 苏菲 后的 免得就可以 平时不月朝春的生理器 我就要负责给她买卫生巾 明明上午她没课 还偏偏跑来学习 该死了 我什么时候停 远阳公寓馆是经理 陆航 你怎么在这儿 顾审 下这么大雨 顾审您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真是哪壶不开梯那壶 顾审这是怎么了 只要在小门口 就一定能等到大足客 还是一天的时间 如果牵不下月朝春 饭碗也就没了 无论如何 都不能丢了这高薪饭碗 你是用一生解不完的谜题 当我出寻觅 在我心底 吃糖吗 什么 这是哪儿买的星空糖 星空糖 它取的鼻子挺挺醋 长长 嗯好吃 这是什么神仙糖果 实验室温度很低 你去里间的卧室洗个澡 换身衣服休息一会儿 不用麻烦了 等顾教授买回卫生巾 我就 想淋雨生病 况且 你也打算穿着被精血 弄脏了的校服 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重生的话一如他人 有够直接做吧 你淋湿了 去洗个澡 把校服换下来 暂时委屈一下 先穿件我的衣服 我已经弄脏了你一件衣服 你还让顾教授 帮我去买卫生巾 已经很麻烦你 嗯 你是麻烦了我 麻烦一次 和麻烦N次 有区别 左边热水 右边冷水 还有啊 左边的沐浴液和毛巾 随你用 breedy broken 新的内衣库和卫生巾 不放门口了 让我买卫生巾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我买女神的衣裤 长这么大 就没干过这么丢人的事情 话说盛盈生怎么知道他穿什么麻 盛盈 你可别告诉我 你爱上了那个女怪物 双五出卫生所来电话 检验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去拿一套 我这是遭了什么灭呀 是要我去拿报告啊 还是怕我在这当电灯泡 后者 厚颜无耻 好歹你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翼首领 此境如此理所当然 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 盛哥我 进去 盛哥我 进去 这什么情况啊 你放开我 赵木缠 而岳朝春 现在就是他的利益 神区 神区 重生显至神啊 她的体温提到真正 我没事 一直都这样 什么 你的体温 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果然 重生也把我当怪物感 我在想 你这样的体温 我该怎么判断 你有没有感冒或者发烧 感冒发烧 她想的是这个 这个好判断 不管多冷多热 我都不会感冒发烧 除非 什么 除非我受伤 伤口感染严重 我会发烧 烧到什么程度 好好睡一觉 下午上课前 我在叫醒你 还有 有事就叫我 别随便传人这样子出去晃荡 可这实验室只有你跟顾教授能进来 没有其他外人 他就是外人 如果顾沈算外人的话 那你呢 你希望我是你什么人 升哥 你这样说话 我怀疑你在撩我 虽然我没有证据 证据 那个 我 证据 那个 我 这算不算重去 我 我这是怎么了 想要证据 我随时奉猥 好好睡觉 是谁说帝都左翼首领凶狠能力 残忍沙发不择手段 果然 传门不可信 传门不可信 重大少爷 正被您猜中了 今晚那混蛋想出国逃跑啊 我已经部署了不少人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抓到那个混蛋 他跟最近的港大失踪案 有个重大关系 祝你行动成功 对了 你要的那东西已经到了 这两天我可以送过去 摩托车修得怎么样了 港大失踪案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 上面压力大得很 不过 我会催他们快点修好 失踪案要紧 至于摩托车 不紧 慢慢修 升哥 再给我几颗星空糖 才一个 明明看到他放实验桌上的盒子里装着许多 别这么小气嘛 多给我几颗 想要 就来找我 升哥 你又在聊我 一个吻 一颗糖 公平合理 出生直白的性子已经是体会过的 那 我先去上课了 等等 好 天 你又乱 难不成自己对重生动了心 也许是从两年前开始爱门关注大事开始 是他 中介小鹏 月小姐 远阳公寓 路横先生 是我 您就是月小姐吧 我终于等到您了 今天下了很大暴雨 难道他在这儿等了一天 还从没见过如此敬意的中介骗子 月小姐 我带了些东西给你看 月小姐 您是我这个月第一个客户 我真心希望你来远阳租住 而且还有这个 我把港城全部房屋出租的资料都搜集做了对比 远阳是您最好 也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月小姐 我真的不是骗子 请您相信我 我真的是 你在这里等了我一整天 这样 明天我看完合同之后再给你打电话 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签租约 谢谢月小姐的信任 谢谢 相信我 选择员员不会让您失望的 冲先生 我终于没让您失望 饶式吹了一天的暴风雨 但值了 抓住他 跟我走 烟雾维持不了多久 要 你 你是 F6Z6Y3 老大 他们在那边 追 还有那个银色短发的小子 一个都不许放过 给我全部抓住 赶紧走 我拖住他们 好 我拖住我 我拖住你 就钖住你 一阵风 陆落在 水源中 谁 躲藏在 回忆中 不愿先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那家宾馆对吧 你等等 我二十分钟就到 今天的行动大意了 想念重生星空堂的味道 堂堂 堂堂在 大王有什么吩咐 任务完成提交 堂堂收到 请大王输入密药口令 F6Z6S 堂堂已把任务提交完成 恭喜大王又顺利完成一个任务 还有三颗任务星星升级 请大王再接再厉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 重置倒计时 是 倒计时清零 重新开始 距离下一次注射药物时间 还有二十九天零二十三小时四十七分五十九秒 堂堂会在特定时间内提醒大王注射药物 闭曼 好的大王 是的大王 晚安大王 堂堂一直都在 鞋一阵风都落在水月中 谁躲藏在回忆中不愿先走 远阳公寓一共三十层 而重生是故审的房间就在第三十层 来招之前就得要查清楚了 刚才在码头消耗了太多体力 得补充点大王 岳小姐 您是不是不太舒服呀 要不要我先从你去医院看看 想重生了 岳小姐 远阳公寓现在租住的人不多 但二十九层和三十层是房东的私人楼层 不对外出租也不能上去 私人楼层不对外出租 那重生怎么租住在三十层 此事相向也不意外 好歹他也是帝都左翼首领 也许房东正因为重生租了三十层 所以才不允许上去吧 岳小姐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岳小姐 您的脸色真的不太好 真不需要去医院看看 再见 这两年 帝都各个新闻媒体对右翼的加持崇拜几乎到了狂热状态来 曾经占据帝都多半左翼派的狂热粉丝 也有不少转粉的右翼 若说重生是属于善于隐藏锋芒利爪的危险男人 那么照片上的男人 就是属于把锋芒利爪外露的危险男人 两个完全不同感觉的男人 但危险系数却是同样高的可怕 恐怖如此 今晚十一点左右 在东方码头发生了一起特大残恶事件 涉事人数不下十人 伤亡成都令人触目惊心 派 派他们什么派 都给我关掉 勘察 把这里的勾带全给我轰出去 再派给我砸了他们的摄像机 刚来到今晚有赵婆认为失败了 还损伤一种重重 当了七年的特冲兵 而后加入特冲兵 秦川亲自出发 行动失败的实在收集 只能知道我会哭 你永远不会看到你 我永远不会看到你 我永远不会看到你 崇先生 我总算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两天内 让岳小姐同意坐下岳阳公寓了 这月奖金翻倍 谢谢崇先生 我会更加倍努力 好好工作 不让您失望 似乎只要靠近重生一点 就多一点踏实感 前妙音 前听风尽 与你相遇 神员想吃糖 伴书说过 想要就来找他 过来 你是用一生解不完的谜题 打不出血迷在我心底 不知名的每个字都关于你 一万年来不及 说我爱你